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舅舅流浪的河沟 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占来一切生命 生命殿逝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伏作四年 我所修行御灵众生 皆惜得逞无上自亡 部外自身而求泄脱 单位救起众生 令其贤得一切自信 度生死流 泄脱众苦 伏作四年 单位一切众生 备受祝福 令其得出无量生死众孔的大后 单位一切众生 于一切 一切乐趣众 尽为来几 受一切苦 愿常为众生 勤修善根 何以过 我宁独受入世众活 古灵众生 堕于地狱 哪当于比地狱出生 言乐王等的 显难之处 以身为子 救护一切 乐道众生 令得泄脱 菩萨救众生 回向 救护众生 回向 这一刻呀 很长 你知道 这一卷中了 这成绩的前文 令一切众生 成绩 种子 让众生 知苦乐法 菩萨福祂四年 我所修行的 目的是什么呢 欲令众生 都能成佛 我不是为自己求泄脱 而是为了众生 求泄脱 因为 幼稚众生 令他们都能得成佛道 得意识智慧 能把生死 苦海 渡脱了 能够泄脱 一切苦难 福祂四年 我当为众生 备受祝苦 这都是救护众生 待众生 受苦的一段 就是待众生 受苦 愿意 为了救度一众生 备受一些苦 那只要众生 能够 得到难乐了 菩萨的愿力 就成就了 同时为一切众生 在一切世界 一些乐趣 经为来接受一些苦 菩萨发愿 为了救护众生 让一切众生 能够得成佛 那他菩萨自身 他在一切世界 一切乐趣 受一些苦 都可以 常为一切众生 勤修善根 菩萨修行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众生 有了善根了 把这个善根 施舍给众生 何以过 再进一步说 就争取的一切 我宁愿 独受 入世纵苦 不令众生 堕于地狱 这是菩萨 发这个怨心的 愿意 带众生 受苦 独受受苦 不令众生 堕于地狱 那我当于地狱 出生 袁乐王 险难之处 就这些地方 就是苦难 是最危险的 以身为止 今天我们到当铺 当东西 当衣物 当什么 换取钱 菩萨他 以他自己的身 他愿意下地狱 把那地狱众生 让他们以后得乐 大悲念头 就这样子 来救护学众生 带众生口 有种种方式的了 像这个是以身为止 那 也不是开当铺 你去当铺 我抵押一下 让他们 把这给他们 怎么办呢 这个里头有含义的了 所以带众生苦 怎么带法 这一段经文 两三段经文 都是带众生苦 救护众生 几个例来说吧 这个众生 他所行的乐业 使他将来受的苦果 无穷无尽 如果他想杀害很多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的名誉 要杀害很多人 那菩萨要带他苦 怎么带啊 那菩萨劝他 不要这样做 这样做 你将来苦都不良 那他不听 他不听他这样堕地狱 菩萨怎么带他苦啊 菩萨劝他不听手 他就把他杀了 杀了菩萨 观察到 他把他杀害之后 他这个大能没做成 他杀了他的功德里 他生善出去了 不会堕地狱了 那菩萨杀害他 菩萨杀了 杀害他要还债的 菩萨下地狱了 是这样带法的 好多众生 有行神能业 这等后头 大家到那个 三财通子五十三餐 穿吴燕如王 穿波勋明言 他那带众生苦 是这样带法的 这人你不听 我问你杀害了 杀害你 你就得好处了 我就下地狱了 你那罩不成了 这样的带 你想许众生 那道的罪 那怎么样赎法呢 想赎他的罪 他过去的罪 你要带他的受控 那你就把你所有 做的善业给他 让他多做善事 不做善事 他也不听呢 不听就把他杀了 杀了他不听 他也就生善道了 那菩萨呢 你杀了人 你就下地狱了 这就大呀 假如说一个 一个纵杀 就是现在吧 他做那呀 判了罪了 住监狱去了 菩萨发行 我要带他 你到监狱的时候 我要替那个人受罪 不我关起吧 能办得到吗 就办不到 因为你没的罪啊 他敢关你啊 那个有罪啊 他敢放他啊 那菩萨这个 带众生苦 还得有种种的方式 还有种种的方法 而自己勤修善根 对 修善根 把这个善根 给众生 带众生苦啊 现在有很多 检察医院说 这个众生 他肝坏了 没有肝不能活了 那菩萨说 我把我的肝给他 这可以带 现在医术可以啊 把你的肝挪给他了 医治了 捐献了 这样的带 带的方式多种 菩萨就是 利益众生 行苦行 行苦行 就是带众生受苦 菩萨以他的德啊 以他的道德 以他的什么 本来他不必受苦的 那他要行苦行 来益众生 给众生 作为真上缘呢 这样来救护一些众生 令众生得到泄脱 这个里头很多的方式 有很多的故事 这都很长的了 在这个 涅槃先遇 国王 梵横经 第十六经吧 因为 在过去 菩萨 他做一个国王 叫先遇国王 那么 有一个婆罗门 要想脑海中上 国王有法律制 他不听 那国王就把他杀了 杀了吗 国王杀他犯罪了 犯地狱罪 不是人间罪 那他呢 想造那个没造成 没造成 没造成 他就升天了 那反倒没多 这也是带了 那菩萨自己 了解这个神入患 那么舍了这个神 舍了这个神 来救众生的神 我自己想 我这个身体啊 从什么道来的 往来的时候 我所生在什么地方 什么月圆 使我来生到这个地方 那菩萨 他是有关照的了 他是有关照的了 他说 因为我不信英国 被国王杀了 杀了他就把我救了 我能为造成 因为这个缘故 我在那个地方 升到这个地方来了 那个等他明白了之后 他就知道 我这是受菩萨替我受苦 待我受苦 那我呢 也要利于其他的众生 也要注视 入世做 入世行 这得待众生受苦 发愿 这种待众生受苦的方业 很多 但是 有缘没缘呢 根本没得缘 没缘的怎么带呢 你也接不上缘 这还是得有缘的 有缘的菩萨可以带 没缘的菩萨带也带不了 还有那众生的定业 定业是带不了的 众生的不定业 你可以带 他定业你怎么带啊 他已经固定的了 得他自己笑 自己笑 一等他受过了才哭 还有菩萨要替他受苦 他得到利益不 他不得到利益 你受苦你白受了 他能利苦不能 我替他受过 让他利苦得乐 你把苦受了 他也没有利苦 他还也没得得乐 这种说的 能带或者不能带 那菩萨他有智慧 他知道 这个众生 我跟他没缘 没缘代替不了的 众生是定业 不是不定业 不定业可以带 定业还是带不了的 说我替他受苦 他得到利益不 你替他受完一阵苦 他也没得到利益 那你也苦白受 不是说带众生受苦 就是我舍了菩萨神 我就能把众生救护了 不可能 这个含义里头 每一法里头 都有很多的 不是世间话说吗 都有些个 其他的因缘 那就是 那个因缘呢 就看 缘成熟 不成熟 这菩萨呀 要耐乎众生的时候 守护众生的时候 自己先关照 先思维 你自会里观察 我能帮助他好多 菩萨是有智慧的了 我愿保护一些众生啊 装不起舍 绝不舍众生 那我发这个愿呢 是诚实的 不是希望的 所愿的是诚实 没有希望的 何也过就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要救护一些众生 我发过菩提心了 度众生成佛道 发菩提心了 就是觉悟心 每位道友都发心了 我要做好事 好事得有缘遇的 你到外面找做好事 哪有好事给你做呀 你说我想度众生了 找个有缘的众生 我学度他 不是这样子的 菩萨是保护一些众生 忠不弃舍 还有几种姻缘呢 我这个愿 是诚实的 不是虚伪的 你为什么呢 因为我为了救护众生 发的菩提心 发了菩提心 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就是要成佛 不利益众生不能成佛 我这个愿呢 是不是虚妄的 那么发布丁想求疯 成无上道 不是我求的五欲景见 不是贪助世间 不是贪助的三游 三游就是三游了 种种的快乐 那我修的菩提心的目的呢 不是为了世间快乐 那么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利益众生 世间没有快乐可言 无非是苦 世间全是苦的 都是魔的境界啊 都是魔的境界 这是没有智慧的人 欲人所贪的 诸佛所呵斥的 一切的苦 一切的患难 都因为在这个魔境界当中 在苦的当中 而生贪耐心 是祝福所教授所呵斥的 那些苦 一些祸患 因什么起的呢 因着贪作五欲 贪作世间的欲经 所以才遭受苦难的 同时 因为贪作这些欲经啊 贪着不得 那种种种手段 想种种的方法 这就是造业了 造了业又受报 受了报了就堕到地狱 或者堕到诺鬼 或者堕到畜生 堕到阎乐王处 阎乐王处的是地狱 阎乐王是管队的了 奋 会 斗 送 更相 毁辱 就互相撒海 互相斗争 这就是 现代的人跟人之间 对这些过患 就招了一些呢 呢是由你谈五欲来的 你不说五欲 那跟佛法就圆了 舍了五欲 跟祝佛就接近了 不但不能够闻佛法 不能够成佛呀 连升天都不可以 连去天道都障碍中 你升不了 从三恶道 想升天 天人的幸福 生活 那是行时善来的 那你做了 那业了 你没有三业了 你怎么能升天呢 连升天的障碍 都升不到 何况得二多了三八三 还想成佛呀 那更远了 那行菩萨道的 发守护众生的 发这个愿的菩萨 他看这个世界 关注世界 贪这个少欲的味道 那贪出少欲的滋味 现身受一点点欲乐 无量身受苦难 这样滑得来吗 所以不要为五欲的 一点点快乐 死掉去了 求菩提 修菩萨行的功德 那这些个发愿的大菩萨 守护众生的 他为了求上无上菩提 修菩萨行 要想修菩萨行 就一定得利益众生 就难乐一些众生 才能够发心 成就他的圆满的大愿 就历生的大愿 把众生的苦眷王给他割断 令他得泄统 但是我们就经常看到佛发愿 说不写一众生 但是这里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跟众生有缘呢 是无缘呢 这个大前提是无缘难度 你跟他一点姻缘都没有 他不会听你的话的 必须得有因缘呢 所以未成佛国先解人缘 解缘的方式很多 咱们见到蚂蚁啊 虫子啊 不论你说什么畜生到 还有我们每天吃完饭呢 我说吃完饭的时候就给那个乐趣众生回向啊 那么大家过堂的时候不是四者要送食吗 不是给这些个道的 给乐道众生的 给鬼道众生的 你回向的有缘的得到 无缘的得不到 那只是培育菩萨的大悲心 这跟你一点姻缘都没有 他怎么得到 得不到 那菩萨是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在菩萨方面说 没有缘的我也让他得到 菩萨实际众生得不到 那是菩萨成就大愿而已 这是菩萨修菩萨道修行的时候 这是惯想 惯想利益众生 发愿利益众生 回向 把自己功德给他们回向 所以要解缘了 人家蚂蚁要求人道 你给他念念阿弥陀佛 或者念念佛号 念念的归一三宝 这就解缘了 有这么个因缘 等他变了人 就能得到了 这是说什么呢 明这个菩萨 他的心 他念念的都想 令一些众生得乐 念念都想 用我自身来保护一些众生 这要菩萨的自编来说的 菩萨莫河辅佐思念 念呢 每一个念 就是菩萨关照众生的时候 就是菩萨修菩萨道的时候 他念念不忘众生 念念不忘成佛 那菩萨这样想 我应当把我的善根 回向给众生 能使一些众生 得到究竟的快乐 乃至没得到究竟快乐 没成佛之前 因他得到利益 不受助苦 能够寂静 能够无依 能够无荡 能够无量 不舍不退乐 不灭乐 一切自乐 前头是说离苦 离了苦自然就得乐 那菩萨愿 就让一切众生 离苦 得乐 前头是说的离苦 现在呢 这十句呢 是说的得乐 福做思念 菩萨是念念不忘众生 做一个念头 又一个念头 做什么念头呢 我当与一些众生 做调育思 调育思 调育他 使得散顺 能够遇敌 遇是遇敌 什么是敌人 一切无乐警戒 都是敌 防范 调育 守护 做主兵臣 执大自俱 是难闻到 令力显难 以散方便 卑之十一 这句话嘛 就是以散角 方便 让他明了自己的心 十一啊 明心 见性的法门 让他明了自己的心 就是十一 能得 从虚妄 从方便 让他明白 一切是虚妄的 要得到真实的 道理 由于生死海 做一切自立 散角 传死 人到大海里去 都希望有个船 来不都堕了 这不是在西 在这个一些 生死海中 做一个最会开船的老师 你三条把这些都堕了 你三条把这些都堕了 杜他妈 使他都到了避难 离开生死的苦 菩萨摩克萨 佛子 菩萨摩克萨 以住善根 入世 回向 回向 就多了 回向 菩萨的念 念就是回向 用这个法门 用这些法门 来立起众生 给众生回向 另一个法门 给众生回向 念念不忘众生 所以咱们在经文上 从来没说到自己 念念不忘众生 念就是想到众生 菩萨这样的修行 所得的善根 又把这个善根 回向 给这一切的众生 同时呢 所谓 随意救护 其众生 令诸存活 一是他 应该得到的 众生对哪一法相依 怎么样 我才能救护到他 所以就是 应当想什么办法 能救护一切众生 救到除生死 了了生死了 守护众生 必须佛力加持 要动众生 必须去求佛道 求佛法 以佛法来立起众生 求佛道 那你就得 为了要救护众生 所有成死 供养祝福 因为 供养祝福了 你才能得到智慧 才能得到 无障奈 的一些自自 有了智慧了 才能想我 有了智慧了 才能辨别是非 才能远离 那个知识啊 每次后来 他是乐有 他是善有 你不知道 他乐之事 善之事 你不知道 那常识 亲近 一切菩萨善有 如果你竟然跟菩萨善有 在一起 你的罪呢 过时都可以消失了 逐渐也灭除了 来得成就你的清静 敬业 所以求生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的 最大的就是 善有共重 你生到极乐世界 都是善有 叫这样的 最大的一处 什么一处呢 了生死啊 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了 这样能跟一些善有 共同学习 把你过去所有的 无量级的罪 消失了 构言变成清静 全变成清静 这样子就进入了菩萨 广大 恒愿 无量善根 福泽 菩萨摩萨 你若善根 正回相依 接着前文的 说菩萨摩萨 以这个善根 所成就的善根 向众生回相 回相了之后 又做思念 做思念 不与四天下 众生多顾 我这个回相啊 是不因为四天下的众生 很多 不因为四天下众生多 含义就是呢 多也没关系 越多越好地是 就像呢 多日出现 很多太阳出来的 说用那么多太阳干啥 一个太阳 就能照一些众生啊 这个话就是啊 说四天下众生多过 就像多日出现 一样的 一日出 也能够度这众生 我的愿力 是我能承担 度这一切众生 并不是要 一切祝福 一切菩萨 都度这一次天下众生 不要这种功力了 多日出现 一日出现就可以了 说有一个发菩提心的 能够度四天下众生 就可以了 说如果一个日 一个日 一个太阳出来 就能够照一些众生 幼主众生 不以自身光明过 只有昼夜 这都是比喻词啊 比喻词啊 有者 一切众生 要照料他们 度他们 不以自身光明过 不是 因为自身有光明 才知道什么是夜间 什么是昼迹 什么是白天 那么游行观察 消 经照 住夜 皆有日 天子 观察 部分 住夜的观察 一些众生 观察众生 所作 所为 都叫夜 行 照 住夜呢 就是 散夜和 那夜 行 白天 看得见 就像行光明大道 夜间 看不见 黑难 有黑难道 夜有两图 一个散 一个那 菩萨经常的 这样游行观察 观察众生的散 那夜 菩萨 以复入室 菩萨 度众生 也就像这个 前头都说的比方话 也像 日光 太阳 除 除现一世间 破除众生的 黑难 菩萨 他也四千 一世间 度一切众生 利口得乐 这样的 发心 修行 修行什么 叫利益众生的 善根 又把利益众生 这个善根 又回向给众生 这些众生 躺在黑难当中 他自己 没法救度自己 不能自拔 就不能自救 不管那是天下 有好多众生 也不愿好多菩萨 都发心 度众生 我发我的愿 他们发他的愿 对 就用这个太阳 一太阳 多太阳比 眼皮日轮 就是太阳 月轮 太阳 单一无二 太阳至一个 一世天下 只有一个 太阳 那菩萨呢 度众生呢 以佛苟式 只是 形容着 我不推卸宅人 就是 我要承担 我 发愿 我来承担 修起善根 回向 指使 在这个菩萨 行菩萨道 修起善根 回向众生 的时候 做事 念言 比如说 不能自救 不能自救 跟那不能自拔 的是一样的了 自己 他救不了自己 那众生 他连自己都救不了 他还能救别人吗 何能救他呢 为我一人 菩萨 菩萨发回向愿 这菩萨说 就是我 自读 无吕 没有一共同跟我去 修救度众生的 那现在就是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无畏无惧 自读无虑 也不求有虑 修起善根 入世回向 就是独立承担 不推荐 一个人度众生 也无所畏惧 这跟前段那似的 我不有一些事 是天下众生为多 也不等到多日出现 就由我这么一个日 一个太阳出现 也能普造一些众生 是自读无虑的意思 对前文说的 这样我自己 修机善根 入世回向 但是所谓 唯于广度 一些众生共 唯于普造 一些众生共 唯于世道 一些众生共 唯于开悟 一些众生共 顾富一些众生共 舍受一些众生共 成就一些众生共 领域众生欢喜共 领域众生越要共 领域众生断移共 前半的是比喻 后面 后面就合法 就是我一个人发现 独障 不是说很多太阳 一个太阳就够了 就像我自己发现 救度众生 我能我的愿去做 就够了 那成就众生的利益 让一些众生都能得度 都能快乐 都能断移化 这个众生 这个菩萨发愿的时候 不是依靠的意思 你像我们要求度 给众生回向时候 要多 要办佛事 要大众的 共同的 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 少 不现在愿是一致的 所以菩萨呢 他要自己的独自发愿 独自发愿 菩萨的心 把这个事情 因为我自己的责任 宅无旁贷 我发了菩提心了 要度众生 我不就盼一切菩萨 都得发愿 都得跟我一起度众生 不是这个意思 就我一个人 我把我自己 比喻像太阳似的 普照一切 照了 也没有求众生的回报 那菩萨度众生 并不是还要动生的感恩 回报 没有这个思想 普照一切 不求能报 能报是众生 感菩萨的能报 他说我不求的 不是这个 菩萨做思念 这样行了 众生有那 其能容受 你要行菩萨道 见了那众生 不会是舍弃他们的 就是有那的众生 我能容受 直到他的业障 不认为他怎么剁了三头呢 就能容受的意思 那众生对待菩萨去救度他 他不是好感的 不但很接受的 所以菩萨 因为众生的反感 或者是不相信他 或者乐心相向的时候 菩萨也不舍弃 也不舍弃这个众生 因为他自己的寺院 不舍弃寺院过 所以说 不也一众生能够 舍一切众生 对话又多了 又深了 一个众生能 不是一些众生都能 不因为这个众生能 我把一些众生舍了 就不度众生了 这个含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益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隔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华佛长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新逢教校报恩月 慈悲智业 花莲中心起见地藏法会 每日恭送地藏菩萨本愿经 恭请常驻法师主法领众 日期7月29日至8月12日 时间每日下午1点30分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新逢教校报恩月 慈悲智业 花莲中心起见中原普渡 祭于兰盆消灾超鉴祈福法会 恭送于兰盆经 报父母恩仲南报经 献食供养 点灯供水 要供甘露诗实 护生佛前大供 恭请占有法师主法 日期8月21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中犬阿莱 在泰国 有一位种植棕榈树的农夫 名字叫做阿猜 他在自家的树林里 养了一只黄黑混色的土狗 取名叫做阿莱 他的儿子小坤 非常喜欢这只狗 每次他都会缠着爸爸 一起来这里玩耍 好累哦 阿莱 我们休息一下吧 阿莱 你一个人在这里看守树林 会不会很寂寞啊 你放心吧 只要我有时间 就会来陪你玩 但是你一定要在这里 乖乖听爸爸的话哦 你儿子和这只狗的感情真好 他们已经玩了一整个下午了 当这只狗还很小的时候 我儿子就和他一起玩耍成长 虽然现在他们两个都长大了 但每次他们一见面 就还会像小时候一样的玩闹 是啊 你养的这只狗很有灵性 看他很黏你儿子呢 然而有一天 小坤突然生了一场大病 他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 没有见到阿莱了 妈妈 爸爸又要去棕榈林吗 是啊 你爸爸要去采棕榈果呀 妈妈 我也想去棕榈林 我好久没有和阿莱一起玩了 他一定很想念我 小坤 你现在正在生病呢 等你病好了 再去棕榈林找阿莱玩 好吗 嗯 阿莱 等我的病好了 我一定会立刻去找你玩的 小坤因为生病 没办法去棕榈林 而土狗阿莱 非常思念他的小主人 阿莱啊 小坤他今天还是没有办法来哦 我知道 你非常想念小坤 他也是非常想念你呢 好了 你在这里 好好地看守树林 小坤过一阵子 就能来看你了 半个多月过去了 小坤的病情 虽然好了许多 但身体还是很虚弱 妈妈 我的病都好了 为什么还不能跟着爸爸去棕榈林啊 你的身体 还没有完全康复呢 等你彻底恢复健康 再去也不迟啊 这么长的时间 阿莱没看到我 他一定非常想念我 老板 你们家的狗怎么看起来很失落 嗯 我想 他看到小坤今天又没来 所以很失望吧 是哦 你家这只狗还真黏你儿子呢 要不是因为小坤生病吧 我早就把他带来这儿 说真的 看到这只狗这样 我心里也不好受 对了 你儿子的病怎么样了 前阵子还听说 他的病情挺严重的 嗯 现在是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只是身体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调养 才会完全康复 也就是说 这只狗还得等一段时间 才能见到你儿子 是啊 这么长的时间 对于人来说是一种煎熬 我想对于你家这只狗来说 也是非常大的煎熬吧 我的小主人 他生病了 难怪这么久都没有来陪我 不行 我要去看看他 这只非常有灵性的土狗阿莱 亦得知自己的小主人生病后 显得焦躁不安 他趁阿猜不注意 便跳上卡车躲起来 然而阿猜运载着这一车棕榈果 并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送往工厂 老板 我们是要直接将这些棕榈果 送到工厂去吗 嗯 先将这些果子再到工厂 然后我们再去市区 帮我儿子买点药 哎呀 这不是去主人家的路 难道主人是要先将果子送到工厂里去吗 这下要怎么办才好 一旦到了工厂 主人就会发现我的 他肯定会把我送回棕榈林 那样的话 我就见不到小主人了 这里是哪里呀 我没来过这个地方啊 该往哪里走才好 我真不该从车上跳下来的 现在可好了 找不到回去的路 只好在这儿等主人开回来了 土狗阿莱找不到回家的路 只好守在路边 等待着主人的卡车能够回 然而阿猜的卡车并没有照原路返回 当然他更不知道 土狗阿莱正在离家很远的路边等着他 小昆啊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嗯 我好多了 爸爸 你今天去棕榈林 有没有替我多陪陪阿莱啊 有啊 当然有陪他呀 那阿莱他有没有想我呢 嗯 他当然有想你啊 所以你要好好地休息 等身体完全康复 才能陪他一起玩啊 我真想快点好起来 这样我就能去和阿莱玩了 从那天起 这只土狗阿莱便一直守在路边 等候着主人的卡车 可是一次次的等待 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 你看这只狗狗 它已经守在这里好长一段时间了 是啊 上次我路过这里的时候 就看到它了 真奇怪 它为什么要一直在这里呢 狗狗 狗狗你饿了吧 来 吃饭吧 请问这只狗是你的吗 它怎么会一直在这里呢 不 这不是我的狗 啊 不是你的狗 那你为什么要喂它啊 而且它看起来也不怕你呀 我想这只狗 已经在这里等六个月 已经在这里等六个月了 但是它的主人一直没有出现 我想它的主人应该不知道这只狗是在哪里走失的吧 嗯 看你这么了解它 为什么不直接把它带回家养呢 这么忠心的狗 我当然想养啊 可是它一直不愿意离开这里 我想 除了它的主人 它是不会再听任何人的话了 所以我只好每天拿一些食物来给它吃了 在路边等候主人的钟犬故事 很快的便通过媒体报道了出来 阿才一家人非常幸运地看到了这则新闻 小坤 爸爸看到一个好消息 啊 什么好消息啊 你看 我们的狗狗阿来上报纸了 我们找阿来 找了好几个月 终于找到了 爸爸 爸爸 照片上的狗狗的确是阿来 快快 我们快点去接阿来回来 好的 快 我们一起去接它 真想不到 阿来居然在路边一直等我们 还等了整整六个月 说也奇怪 它怎么会跑到那里去呢 狗狗 过来吃饭了 阿来 阿来 怎么回事 莫非是它的主人来了 阿来 我来接你了 终于 这只忠心的狗狗阿来 终于等到了自己 日夜思念的小主人了 其实阿猜一家人 也一直在寻找着它 只是阿猜 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只狗 会跳上自己的卡车 来到这里 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 若是佛法的大慈大悲 世间佛陀的独生奔怀 公元412年5月的一天 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 让宁静的印度洋变得危机四伏 不过在这惊涛海浪里 竟还有一艘单薄的海船 迎着风雨向遥远的东方艰难航行 在这无法抗拒的自然之力面前 船上的所有人只能遵循一种传统 而有无奈的方法 那就是放下船帆 向自己的神灵祈祷 把命运交给不可预知的未来 在精华而杂乱的祈祷声中 一位平静而安详的年老僧侣 逐渐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没有祈祷 更没有惶恐不已 只是用一种平和的心态 来传递内心的安宁 因为这位僧人早在13年前 就将自己的生死置身度外 他现在信中最大的牵挂 就是这身后的经书 如果这些珍贵的典籍 与他一起葬身大海 那么东方故国的僧徒 还要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 经历更多的迷茫 但是他却不知道 一个比暴风雨更加可怕的灾难 即将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此时 风暴中的海船 已彻底失去了控制 信奉婆罗门教的客商们认为 这个笃定的佛教徒 可能就是这场灾祸的源头 是不是该把他扔下大海 作为祭祀的供品 以便求得海神的宽恕呢 人性的丑恶带着死亡的气息 笼罩在船舱之内 这位名叫法显的僧人 无法猜度自己胜于死的未来 唯有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我不顾艰险 知有所存 只生死于度外 就未达成这万一之希望 杨幻野